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Hello Hello 又來到星期二晚 今晚很熱鬧 兩男子一女 明顯是弱勢 但今晚我們說的話題 是說女人怎樣強勢 介紹了那兩個 不是很重要的男人 我不用介紹 算了 高sir 另外還有我的好朋友Ray 平時叫Ray師傅 今天不是來講圓學鬼神移 不過現在好像對你姓國 有 不過當然你最重要的角色就是 負責以一個老公的角色 大家都是 你是爸爸 用一個男人的角度 去講講那些很煩的女人 不是我 今天很歡迎大家來到直播室 去收聽幾個直播室 今天聽到高sir的聲音 覺得很搞笑 因為我今天去法庭聽審 聽張其中的港大機展工程教授殺妻案 他的聲音和你一模一樣 即是如果你閉上眼就像 我在上面說話 你的眼睛和他一模一樣 你說怕不怕? 我不怕 你看他的褲子眼鏡 真的很可怕 因為我不怕 因為他 我們看報紙 他說他被人虐待了很多年 即是精神虐待 沒錯 給他太太精神虐待 虐待到他 因為他一模一樣 即是一個瓶子 入到滿時會流蛇 對嗎? 一個氣球吹得脹 那頭也會爆 他就是這樣的原因 他自己覺得 有些官司是這樣打的 即是男或者女都好 他長期受到虐待 試過有些是打精神分析 那個精神抗辯 是一個叫長期受虐 綜合症 類似是 即是你長期受到這些虐待 原來是有得打官司 還有打贏的案例 那兩位有沒有這樣的問題? 有沒有長期受虐 我看文化 例如在香港亞洲來講 香港的男生 即是我跟朋友吹水聊天 他覺得香港普遍的男生 偏向行為多 是否為各位男士 如果今天你也看到他 你也可以嘴角 嘴角要割肉 笑一笑 這個已經是 即是 90後也有同感 從五歲開始 你讀小學一年級 已經說你不要跟妹妹爭 不要用隔壁的女生 對 給一個拆膠的人 通常都是 即是你說香港的男士 是比較鴻鴻少少 其實不是叫鴻鴻 有鴻道 有鴻道 葉師傅所說 葉文所說 不是怕老婆 那些人叫尊重 尊重 沒錯 不是怕 其實我說香港的男士 我覺得 不是很多有大男士主義 很多都是一樣的 他們發生甚麼事都好 他們會退後一步 他們會拿著 免吵免吵 不要煩 不要煩 但是 方暴到 我今天聽到 庭上所說的口供 當然我們不可以平衡 因為始終都是審 以事論事 他就說 他是怕老婆怕到 叫我寫了六百萬支票 好 我寫 叫我寫借據 又說他欠了幾百萬 隨便吧 我寫吧 他說甚麼我就寫甚麼 好像密書 當然會被人失問 你為甚麼不會問 為甚麼 你本身沒有欠他那麼多錢 為甚麼他叫你寫 你便會寫 原來他的理由很簡單 就是 不能問的 問了 很糟糕的 他會不斷罵我的 真的 因為他有連鎖反應 他覺得 如果他太太說 我做了一件事 你問為甚麼 為甚麼 他再問另一個 又為甚麼 他又怕這個有連鎖反應 是 可能他覺得不想去更便 但那件事不是普通 一件事說 你今晚吃甚麼菜 不是這樣 是說你欠他六百萬 如果高sir 你用你的身份去取代 你當是 即假設 你是他 老婆叫你寫一張一千萬支票 你明明同行只有一百萬 你會寫嗎 會 為甚麼 即使我叫我老婆 寫一千萬支票 他現在是沒有的 他不會寫給我 都會寫 一定寫給我 即是怎樣 不是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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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淡票 怎麼會淡票 沒有 你又有 沒有問題 今天沒有 不代表我明天沒有 他馬上就要 不是 他沒有立即要 他只是告訴我 我要保證 是 他說六百萬 他沒有說六百萬是港元還是越南 其實我不明白 其實甚麼元也好 沒有說幣值 你根本是沒有那筆錢 是啊 他是叫你寫的時候 你也知道你沒有 現在他不是知道你沒有 他以為你有 有 你現在把票進入銀行 百分之百彈票 既然知道明知彈票 都會叫你寫 他只不過是想他有個渣拿 覺得自己要威了 他要一個保證 或者一個叫做 怎樣說 要當他存在 即我所說的 是你要重視的 是啊 是不是這樣 所以對這個被告來說 我們覺得 那就寫吧 其實不是他 就是別的普通的家庭 我告訴你 很多男人叫女人寫 或者女人叫男人寫 通常這些 就是在吵架 或者吵甚麼 他寫給你 那還有甚麼 你做甚麼 這樣便是勉煩 因為他想先掩飾這把火 沒錯 想再來第二把火 這件事 待會我們兩位男主持 他們會很坦誠地說 他們自己私人的問題 那個情況 希望在看的朋友 不要在這裡吃免費午餐 都不妨說一下你自己的情況 大家多分享一下 難得在這個鐘頭 大家可以聊一下這個話題 你家裡會不會面對著一個 甚麼東西都要管你的老婆 事無大小 大家幾點睡覺 幾點吃早餐 她都要管的 又或者你作為一個女人 你覺得有甚麼問題 這個是天公地義 會不會是這樣 有沒有經常為了這些問題 而搞到家床很糟 都歡迎大家留言 或者打來我們 勇敢點的那個 你就打過來 五二零九 四五三四 不是打去東華三院 五二零九四五三四 不是籌款 不是籌款 其實也不是勇敢 聽你的聲音 又不是看到一樣 順便可以說一下 例如你是甚麼星座 或者你的老公是甚麼星座 我們來比拼一下這個基礎的製成 究竟是否適合在一起 是否適合 花家姐 如果說不適合在一起 你就叫人聯分 當然不是 不適合 其實不適合是怎樣 大家互相去 有方法 當然有方法 就是拼你的方法 告訴別人 怎樣作課 不是 你是長輩 我們有一個圓學組 他是圓學組 他是圓學組 你是理性組 我們三個合起來 真是打不死 我代表女性角度 因為風水也好 圓學也好 是有化解 有事情發生 就一定有化解 有毒藥 必有解藥 今天主要講一下星座 先講一下 有機會 但我看到現場 我們聊天的朋友 都有男女 其中一個是 B-N-E-L-L-E 其實是怎樣讀的 這個名字 挺難讀 是否你的朋友 B-N-E-T-T-Y 不是 B-N-E-L-L-E 不好意思 方小姐 還是B-N-E-L 可以付出多少給老婆姐 即是怎樣 試探一下 老公可以付多少 老公可以付多少 會 通常她是這樣的 不是 她打字 打個腦子 我們明白她的道理 即是說 你很開心 你買的 即是滾爆卡 是的 因為她覺得 你肯買給我 就再賣了 然後她回去跟同事說 我老公明知道沒有錢 我說買錢賣 不知買不到 不過她已經說過我 不會這樣說 一定說我老公買得起 我以前試過 她做份工很不開心 然後我說 你不要做 明天跟老闆說 遲了份工 我讓你 然後她很開心 然後她回去跟老闆說 其實你只是轉了 我老公說養我 叫我不要做 然後她覺得 以為養 她其實要一個甜蜜的說話 令她覺得自己重要 她學得有需要支持她 就是支持她 純粹是這樣 剛才高sir說 他寫了一千萬 一百萬元支票 你寫了給她 其實她不會拿來的 她怎會拿來 不知你忙 我給你 按照片給你 按照片 她好像有去對 那她真的很特別 她傻 她可能也不知道她的底 不知道她裡面有多少 結婚幾十年 不知她的底 不是吧 都未必知道 師幾錢 她十萬元一個月 如果 你做了幾年 一年也有百多萬 可能她有投資 她的蜜金蜜金就對了 很難說 她複雜 因為她買了很多物業 那些不動產就很多了 但她真真正正的現金有多少 她老婆應該是古怪 不知道 Betty 對 在她倉底 她純粹說 你每個月都要給我一半 十萬元應該給我一半 十萬元給一半 她不知如何計算 計算 計算了六百萬 當然這個老公也沒有問她 為何六百萬 為何六百萬 她不問 為何不問 因為她覺得 問了就會很嚴重 對方就會 為何 罵死你 問什麼就問 叫她寫一寫 她覺得會這樣反應 其實 她的用意也是 為何 其實 惡妻 你說什麼 她都是 你去經驗 開始要說自己 我就不怕 你不怕 如果我是怕老婆的話 說真的 我現在過幾千萬身家 發了蛋 為何 我老婆常常叫我不要賭 真的叫我不要賭 把錢 我們投資 但是我常常都 第一句就是 剔手誰 跳 然後第二件事 就是 我現在長居 那時候是你保地加 我22萬買一層高屋回來 你給我保地加 保的錢 十萬八萬 現在四五百萬 那一層樓 她說我一早保地加 我說這層樓保不保地加 保不保地加 我也要住 我為何要付錢給政府 那我就說我八年歸路 我都不會賭 我都是給子女 那又是做甚麼保地加 千錯萬錯 就是坐在這裏 就是 把你賭最大的 保育結了分 不是 我結了分 我是信我老婆 我保地加 她賭贏了 我就信她 保地加 保地加之後 羅瓜西 我就賣了它 轉賣私人樓 當年當然賣大一點 大一點之後 然後再變 好了 第一件 令我自負 第二件 看下我不會賭錢 那我三四十年 我輸了就很多很多錢 那如果那些輸的錢 是足夠 經常買首期的 即店舖 又買多幾層樓 買多幾層樓 然後將輸的錢 我來供的 那你又是 創物業 和人物提升 那是不是很容易 積聚一個付貨 但我不是 我經常打算 一樣的就是 我都夠吃夠小 我這麼多做 有就倒一下 就是這樣 這樣就出事了 高sir的咪線 高sir的咪線 是否鬆了 有沒有鬆到 這個節目 經常有很多 古怪事情 不是的 都是這樣 有沒有問題 我的咪線 是否鬆了 可以 讓導演先搞一搞 好嗎 我先說 Genette就說 Hello 高sir Ray 和花家姐 歡迎你 另外 Betty Ho 他就說 可能老婆太悶 想看看老公 對她有多真 太悶 也是一個問題 是 聽一聽 高sir 說說話 現在聽一聽 有沒有問題 咦 其實 為何你的電話 經常都 你的咪線 不是 因為 又不見我有事 你怎麼同 你正氣多 我邪氣多 靈體搞我 搞我拔的咪尾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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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有沒有問題 好嗎 你留言告訴我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你的觀眾真好 Kelvin Kelvin 你剛才說到 你的例子 是因為不怕老婆 才沒有發達 才沒有發達 對於你怕老婆 我就一定發達 因為他叫我做 他叫我做的事 我做足的事 我就已經告訴你 我的兒子 都不休息 因為我的腦筋 賺錢很快 亦很多人相信我 為何會相信我 因為我 說過的說話 跟銀行本票一樣 我不會回來 對 所以 不會彈的 不會彈的 所以多些人找我做事 我亦都 在他們指定的期間 跟他們完成 這樣便可以 但是 雖然一樣 就是懶 我自己喜歡 因為不可以寂寞 一有空便 打麻將 過澳門 有時 輸十萬八萬 好像很閒 但那十萬八萬 是可以購買一層樓 過首期 那個年代要 是 但是你老婆 又不會管著 你不可以去哪裡去哪裡 或者每天要幾點回家 從來沒有說這些 從來沒有說這些問題 為什麼 一個男人 一定在外面多於家 在家裡的男人 上次你也說過這個 在家裡的男人 主飯洗衣服 有什麼作為 有什麼發達 是主飯洗衣服 但是 這個家一定是很溫馨 為什麼 早睡早起 早睡早起 家一定很溫馨 但是 沒有什麼刺激性 是 Ray 是否經常在家 我當時 不是 我從早到晚 到外面工作 工作的 工作的 非常忙 你自己的事 太太會不會管著 反而不管 不管 如果你真的不管 有好有不好 看看你那個男人 自己可不可以控制 這個都挺重要 就是放縱式的佛系 是佛系的 因為你要回來 試過一次 很久以前 我遲過11點回去 反到很多玩具 放一些櫃頂 然後反到全部玩具 跌倒在地上 我問什麼原因 他有一股怪風吹到 是 其實那股怪風 就是我老婆不開心 把玩具全部掃爛 然後就不可以自覺 11點回去 是 是啊 就是因為太 太晚 那不是不管 即是告訴你 你要不要超過 Cinnavella 玻璃鞋 你現在趕了這些 回家是沒事的 現在不會 現在沒有了 現在沒有了 沒有這個 已經入了季了 是啊 很安全 凱文是什麼年紀 凱文方說一下 你自己有沒有面對著 如果假設是男人 你不是化名 說一下你有沒有老婆 或者女朋友 管著曬 或者你管著曬 反過來都可以 不過最好說回 我們今天主要是說妻管炎 就是氣管炎 就是老婆管著曬的問題 我看到我們90後 Ray都滴了幾滴寒 可能想到 哎呀死了 如果我將來的老婆怎麼辦呢 這樣管著曬 其實為什麼女人要管著曬 當然有原因 你覺得有空嗎 嗯 是不是 我覺得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 她是那些租康之妻 和你一起去 就是可能 白手卿家 最初是大家只咬著麵包 去含生如虎 去栽培了一盤生意出來 然後你當然覺得 所有事情 你應該是掌握在自己手 用什麼遇到老公出去 就被另一個女人 成虛移入 即是成人那些 再響其成 嗯 其實很正常 這樣管著她 其實我告訴你 現在我們看了很多人進來 是 Cat峰 她是自己做網購 她老公 我見她都沒有管老公 是嗎 Cat峰 Cat峰你可以說一下 我們的道師兄 你太太Carmen 是做美容的 但我都知道你沒有管理 但是你 在澳門做事 但是她 在澳門就是澳門 又不見到賭錢 一回來就很乖乖地回家 那是不是你太太管得你 不要說管 就是 叫做 令到你 一回來就馬上 點點復復呢 等一下 剛才我的問題 租康之妻 是否好多多點資本 因為她和她一起奮鬥 可能二三十年 三十年的婚姻 她覺得 最後我應該所有事情 都要控制成果 其實這只是心理 租康之妻 不可喜 老公未曾發達之前 兩夫妻一起回大陸設廠 很多 很多 那時候 一間400呎的廠房 弄到現在4萬呎的廠房 好了 老實說 是否那個老公 出去又要談生意 又要安排廠的生產 很多人 是否設為她走 好了 一定有很多女秘書 或者很多女客戶 太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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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看看 哇 你現在發達了 不用認識我了 不用認識別人了 這樣便要罵她 越罵 老公便便越走 越覺得你發 回家便被人捏 出去外面便 甚麼腫前甚麼腫後 甚麼老闆前甚麼老闆後 口腫被腫 對 腫得多腫 就大件事 似乎這個 當時真的有什麼必然的效果 一定的 即是你男人去到這麼有成就 他身邊那麼多狂風行爹 所以有時香港有一些女人 傳統一點 她說老公要陪我多些 但又想她賺錢多些 你想她賺錢多些 其實她真的沒有可能在家 除非你好像最近疫情的狀況 你要賺錢多些 出去 你除了打工或者做生意 你都應酬 你不是在公司和同事 或是插貨打工 現在下班 下班有什麼事 聊聊天 這個都重要 如果今晚有些女士 她覺得自己成功 管住自己的老公之餘 又不會令她老公覺得她煩 要分享這些技巧 怎樣拿捏得最準確 其實你所有事都是我掌握之中 但我又好像很無所謂 原來是佛祖 你走不出去 五指山 你跳吧 其中一件事要管 一定是錢 很多老公老婆有聯名戶口 你會否覺得很不舒服 大家有沒有這個問題 可以花什麼錢都要讓你看到 透明度太高 令到你自己覺得很辛苦 以前那套 杜汶澤和曾志偉那套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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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電話進入 有電話進入 我要先聽聽 好嗎 我們尊重我們的觀眾 親愛的觀眾 你叫什麼名字 親愛的觀眾 我叫阿Kat 阿Kat 你很明顯是這個名字 其實你是叫阿Dog 其實你是叫阿Dog 是嗎 Dog 都可以 有兩隻左右 Kat姐 Kat姐你多大才想問你 四字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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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對 正直方華正謀 你是什麼狀態 婚姻狀態 我單身 單身嗎 有男朋友 男朋友 那你不是單身嗎 單身就是單身 單身就是沒有男朋友 你是有男朋友 有男朋友 有男朋友 你們談分文假的地步沒有 還沒有 還沒有 那你今天想來分享什麼 沒有啊 都是在說你們 有沒有看報紙 很恐怖 那個教授讀那麼多書 都殺了老婆 對啊 剛才我不是說了 我去聽審 就是聽了這宗案 就發覺 那麼高地位 那麼有錢 她自己 但都是很怕老婆 老婆差不多說什麼 她都要言聽計從 但個身肯定不服 很不順氣 肯定就 通常我發現 很多都是 這些那麼兇的老婆 通常都是能力比較強 例如我身邊 有些都是 女家那邊 都是比較 比較有錢 我都會 有錢 或者她的媽媽 通常這個老婆的媽媽 通常在後面 就幕後發功 喂 你不要給她什麼 給她欺負你 通常 是嗎 都不是 很善良會 她是媽媽 不過是 媽媽很開心 兒子可以找到那麼厲害的 另一半 很尊重另外一半 我認識的那些都好 很尊重 老婆那麼不去 對呀 因為老婆 比較本事 我在說老婆的媽媽 老婆的媽媽 老婆的媽媽 即是外母 外母在後面發功 叫女兒不要 吃虧給別人 什麼都要管 我覺得反而是 遺傳了媽媽 那種很強的性格 霸氣 其實我覺得很多媽媽 就是女人的媽媽 其實教女兒 將頂一點 不要太兇 是嗎 我很少聽到 媽媽 叫我女兒去反老公 不知道我看電視劇 是這樣的 是 是 她就說 這個男生挺好的 不要那麼高 就嫁給她 說了就說 結婚之後 嫁完之後就說 女兒其實有得選 要不選這件呢 媽媽都知道我女兒 遲夜很少 知道自己女兒 什麼跟兩 對 什麼跟兩 除非你帶著金鎖匙 有得嫁就嫁 常常都 Kat你其實是否 現在在我們幕內說話 那個Kat Kat你是不是在留言 對 在留言說話 那個Kat 沒有 不是 不是 不錯 真的很欣賞 你們這麼感言的觀眾 如果有多幾個 就更加好 Kat 是啊 那你現在 你有沒有經常管著你男朋友 就是 跟誰去看球 跟誰去吃飯 聚會 那些呢 我沒有 想不到 為什麼呢 那你會不會覺得 不舒服 會被人管 沒有腳的穿 初次都沒有管 可能 可能 他買 他比較有空 逆行 太有空 戴口罩 洗手 有些不是就是管 有些不是就是管 有些是提醒你兩句就是管 這個很斟酌 什麼叫提醒和管 真是很斟酌 提醒你 你差不多是時候要過數了 是時候有什麼 提醒不是這樣 提醒 那天氣冷了 穿多一件衣服 跟著呢 可以了 可以了 你不要冷病回來 又要我服侍你 然後穿很多靠家星仔 記得戴口罩 記得洗手 好啊 寬寒問暖這四個字 本來是怎樣的 之後又串你幾句 一口砂糖 那些 那四個最難頂的是怎樣 最難頂都沒有 每天都難頂 你不要惹 例如你不噴酒精 初手液 回來 不要傳染病菌 不要碰我眼 其實這個都會顯身一些問題 因為大家的衛生標準不同的時候 就會覺得 你快點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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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去廁所的什麼 按水扣 那些有沒有 對呀 廁所板又這樣搞 你又怎樣 很煩 水喉又不能關掉 對呀 精神虐待 冷暴 精神虐待 其實我告訴你 你跟他感情好的時候 那些是關心 感情不好 那些是煩 如果大家更加有爭招的 那些叫喘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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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看你的心 你很愛他 你不如你這樣想過 有一天會否分手 還是現在覺得還可以繼續 他又沒事 他現在沒事 他只是分享一下 純粹 分享一下 生一下 隨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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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讓他聽到你的節目 其實不是的 現在很多人喜歡同居 是不喜歡結婚的 他說結同居 有酒盞 有酒盞 他說如果結婚之後 真的不對 那又要離婚 就搞一頓 和家人又要 沒錯 很麻煩 離婚後變成兩家人 沒錯 看看大家自己的準則 覺得有一紙分書才是老的 以前有一紙分書 就可以綁住 現在十紙分書 走就走 夾好些東西 不如同居的階段 去體驗一下對方有多煩 你頂得緊的程度 那幾多年了 Catley和你離婚 誰離婚 19個月 李彩華 李彩華 是正常的 你有沒有說是甚麼原因 好像是疫情 至少離婚 我們有看到 好像疫情少見 好像是很危險 結婚頭 其實最少離婚 就要離婚 有時派到公司 派出外面做三年事 你要離婚多少次婚 不可以這樣 其實都會有問題 以前當兵那些 那你還有讀書 一起去大學 這個就出國 這個就留在香港讀大學 四年大學 回來 難道 那一句 有多愛的地方 好嗎 多謝Cat 多謝Cat 支持我們 多謝 我們讀聽眾留言 Kelvin說他五十多年結婚 你說五十多歲 不好意思 我搞錯了 五十多歲 他結婚五十多年 甚麼婚 五十年 金銀銅鐵 金銅銅銅鎖 金銅銅銅銅 金銅銅銅關信錢 是金銅金金銅銅銅鐵 針金銅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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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鑠裏 她老婆有管的 但也算是比較自由 管得來又比較自由 還可以逃逃 也好 有時候完全不管 又覺得不關心 剛才你覺得提醒 又不提醒我 帶傘 我昨天也有個客人 今早有個客人 他跟他老公結婚 但因為他老公是一個很懂計算的人 他說不如現在結婚 他住了茶 準備結婚 先住在媽媽 即是住男家的媽媽 他說為何要這樣做 因為想儲點錢供樓 供的首期 但問題是 女生去到他媽媽住 不是跟老公同房 他老公是跟他媽媽同房 老公跟媽媽同房 即是假床 還是不知甚麼 他女生跟他妹妹 阿姨 這個說下集 離譜 他過來簽覆 問究竟 他想搬回媽媽的家住的女房 因為這樣便很怕 因為他沒有自己空間 一間房內沒有女人住 這段結論的說明 留下集 我覺得很有趣 但不要現在說了 太浪費了 我們讀一下Jeanette留言 她老公就是這樣 但慶幸她很疼租康之妻 她老公就是這樣 即是跟她老公一起奮鬥 有一盤好好的生意 很有成就 但最後我知道她的丈夫 都很疼她 可能身體上有問題時 她都不離不棄 如果有這樣的老公 真是挺好 挺新收到 但這些大家其實都有付出 其實很多我看到 很多都是像Jeanette 即是老公跟老婆 一起有四張鋼桌 熬到現在上市公司 做了主席 她都是很尊重我老婆 即即是她比較煩 煩一定有 為了生意的事 為了生活的事 一定有爭執 不過爭執最後 老婆也是養老公 即是他們可以接受了這種公式 你有你煩 我聽完就繼續睡覺 不是 也有商量 不過商量之後 是否有一個結果 看看她會否將公司的東西帶回家 會的 或者將家的東西帶回公司 家的東西帶回公司就沒有 這樣就會有一個問題 但公司的東西帶回家 有些她管道 我看過電視 真的有些劇情 如果有大家告訴我 正在她老公的辦公室 安裝閉路電視 偷聽器 或者找一個人 找一支針 在辦公室 專門看著她的老公 有些女士來來往往 其實是無所遁形的 是這樣的 如果這樣 你的家一定會散開 為何會散開 你喜不喜歡被別人看著你 你喜不喜歡出入 都給閉路電視看著你 誰看我 誰看我 誰看我沒有所謂 誰都不行 Captain Ho剛剛進來 你現在才來 這麼遲 今晚我們說妻管嫌的話題 妻管嫌應該一般人都明白 95年就明白 妻就是夫妻 國內就是妻管嫌 用國語氣管嫌 雌雲 男人被老婆管得緊 在大陸 是一個很流行的 不是現在 一向都是一個很流行的用語 其實真的很多這些女人 很喜歡管 管的程度是過火的 不是一般提醒那麼簡單 難驗到不能夠接受 但你又騙不掉她 其實不要說我們平常人 很多黑社會的大哥 我告訴你 他們開會或他們吵架 是一百多人坐在那裡 他們的老婆一走出來 說句話就說不靜光 是真的 你不知道嗎 不知道 很多黑社會大哥是很怕老婆的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從術數角度 我們稱為八字新約 因為八字新約的人 通常都是妻惡 因為他們用官殺 所以你會發現出來走的人 特別是江湖人士 他們一出來就很帥氣 對什麼人都不一樣 但其實是新約的 新約的 我們逢是八字新約 我們稱為江湖人士 是嗎 所以他們就反而 如果新強的那些是做衙門的 這個分別 所以我們有些客人 經常跟那個女人說 你很公平 不是 他見到我 像雞仔一樣 但他一出去叫那些哥哥 大哥大哥 那個哥哥 這個現象挺搞笑的 揹著兒子上學 抱著那些 但一看到那些年輕人走過去 大哥 要不要幫我 是不同的 看看我們現場的女觀眾 有什麼星座 女觀眾 首先你先撇開星座 說一下你們自己 覺不覺到自己是惡 或者是喜歡管人 管老公 或者是男朋友 或者會不會是因為你經常做這件事 而令對方走了 嚇走了 Karen 她說她很可憐 人人都說她欺負老公 其實她在家裡很可欺負我 我看到了 真的很可憐 這隻真是 這隻倒轉了 即是她走出去外面的時候 老公就被鬼 白甘春 很可憐 是受惠者 我經常被老婆管住了 但回到家裡就死婆了 她在老婆在她老公的面前 就是主人 回到家裡就變成了 這些挺高招的 還是她的雙子座 例如說 如果這隻男子來說 沒有叫雙子座 反而她這麼要面 我們就像獅子座 要面不是應該出到去 不是不是 看看她是她將那個 因為為什麼 看看她將那個層次放在哪裡 如果她喜歡照顧人 她覺得 咦 我是出去的 讓老婆威嚇 因為有些男人覺得 我親老婆 我尊重老婆 她做了一個 Gentlemen 你看到很多總統都說 我很愛老婆 通常都會更加 不是呀 競選的時候 大家帶回到家裡 當然是老婆 回到家裡 我很愛我老婆 然後見小朋友 抱一下她 其實回到家裡 可能不是這樣 雷隨之腳 雷隨之腳對老婆 Karen就說 她的傢伙應該說她的老公 她的傢伙不出聲 天蠍座 天蠍座 老公天蠍座 天蠍座有好有不好 她好像有兩個鉗 如果她是顧家的 天蠍座男人 如果你背叛她 她會罵你 整鼓 你不讓你 不告訴你 但天蠍座是成性 因為她是水性星座 水性星座是說 我們的天蠍座 她想起那方面 她很情緒 但她不會表達 她跟巨蟹不同 巨蟹告訴你 你不就是我的家人 不就是我的敵人 但天蠍座 你的家人也是我的敵人 但第三件事 她不會告訴你 就是這樣牽著你 最後那條尾 就刺死你了 所以天蠍座也要小心一點 阿俊你對天蠍座 我跟她有什麼分別 我巨蟹 你巨蟹嗎 巨蟹 我跟她老婆 石老婆 石老婆 好男人 好男人 超級好窄 但我經常被我老婆罵 那不是說你好男人嗎 好男人 就是 她罵我這麼穿 這個好男人 不是 Taren是真的 因為那時有個分析 就說天蠍座 其實是這麼多星座裏面 最專一 專一 是的 對對方 若果她愛真的很專一 是的 但她恨都很專一 嗯 恨足你二十多年都可以 而且很記仇 很記仇 讀蛋糕 他會有一本 夜神的小器筆記 寫下你的名字 我什麼時候要報仇 所以我們先戴頭盔 安全一點 如果因為這個節目 弄得你們家草屋壁那些 你不要賴我們 那些不幫我們 我們先免責 呈聖 不是天蠍 其實呈聖 呈聖 應該是雙子座 我所認識 OK 雙子座 很厲害 總之我們先免責聲明 待會你弄得 老公看到你寫什麼 你在說我嗎 不要緊 我們都是聊聊天 開心 另一方面 管管的又好 另一方面就是 管管你 你在看什麼 你在看什麼YouTube 看這些片 你什麼看鹹片 你不是在說高sir 現在在說他 滿足不到你嗎 現在 有沒有這些問題 連你在看網 看什麼 他都要管 他不會在看什麼 他只會告訴你 為什麼躲在房間 因為以前 我那年代未有手機 那麼流行 我一放工回家 都是電腦對天礦 其實在看UFO 看那些八卦的東西 打機肯定會問 打機不可以 打機直接戒了 打機也不可以 打機不可以 其實以前打機 我是在一個廳打天亮 後來我就醒了 就說公司有很多東西 買到一部遊戲機 放在公司打機 因為打機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 永遠都解決不了 謝霆空也解決不了 解決不了 一定是因為打機的問題 衍生很多爭拗 為什麼要打這麼久 你都不看我 不是 打了十幾個小時 他們打什麼 吃雞 試試那些糖果機 打糖果機 我們小時候打那些 Candy Quest 人家王姐榮嬌 現在沒有了 我不會打 你問一下 九十後平均打多久 每日平均 除了上班時間 一個小時 不上班的時間 一天 一個小時 都可以打一個小時 你想想 一個小時應該不止 如果打足一個小時 你都不看對方一眼 開始已經不喜歡 打到兩個小時 即是他火都來 有個方法 叫你老婆女朋友 拿著手機 你便不停看著他打 是的 打機肯定令到很多年輕人 年輕夫婦之間 肯定有很多這些磨擦 很危險 對 很危險 但是有很多女性 最後她都不是為了 管不了 結果她就要跟她一起打 這個也有好方法 是的 一起打 有些90後 我們認識一些 其實也要2000後 現在不是90 她是怎樣認識男生 你也要男生認識打機 如果她打得厲害 她會跟她拍拖 不用英俊 對 不用英俊 不用有錢 那天早兩年 很流行吃雞 她不英俊 她打機很厲害 即是別人比武 現在比打機 對 別人比武招親 她便打機招親 今晚你教我怎樣吃雞 瘋了 如果結婚回去 狂打 各自打 有甚麼意思 她那些還不是婚姻 那些是求戀期 即是大家在網上認識 在網上打吃雞 認識了 即是一起打 不是她是群組 她打那些是吹 吹水 吹吹 這樣便拍拖了 Karen說 有些打機打到就是離婚 你說你自己還是別人 你說你自己 還說她老闆聽著 真是嚴重 打機都是 打機打到離婚 其實我想知道觀眾 他們有沒有自己上網看甚麼 都被對方盯著 因為其實很沒有人生自由 如果回到家 想享有自己的空間 躲起來 就像高sir一樣 喜歡看鹹汁小說 不是我看小說 她看股票多 是的 或者是股票的 喂 你買了甚麼 搞錯 蝕了那麼多 有沒有問過我 又入了 所以說給花姐 賺錢贏錢也好 告訴別人 輸錢也好 不要告訴別人 是不是 誰告訴別人 我又輸多少輸多少 別人會給你嗎 但也不要說贏太多 贏太多 那我明天就想賣花 不是的 要給雙腳 錢引始終是一個 很大的問題 因為誰管錢 當然這個問題 又是令家草屋幣 夫妻之間 其實你說家草屋幣 管錢 應該分兩樣東西 是一樣東西 如果那些錢 全部男人找回來 那個女人是做家庭主婦 你憑甚麼管我的錢 你每個月給多少 你就代多少 是愛的表現 當好 不是 不是 如果你說兩夫妻 花姐賺10萬 Aware賺10萬 那你們兩個合同一個戶口 那他就管 或者如果他賺30萬 你賺10萬 你賺一個戶口 你管他 他管你 那就有個爭拗 其實一樣 如果家庭主婦 你管我甚麼 當我現在10萬元 我給你7萬元 我30萬元自己用 你不要管我怎樣打關斗 那些就是你的 我又不會管你 你又不會給家用 大家賺不賺成功 SIR 說的話 他意思是說 你沒有賺錢的能力 你就沒有資格 去管家庭的財政 沒錯 那是否正確呢 如果那個男人 又好像 勁爛倒 又不懂得理財 那女人眼白白看著 他的錢就流了 或者他會 經常花很多冤枉錢 而那個女人又很精打細算 那他當然會提出這個要求 對嗎 你的錢都給我 我幫你管他 那你當然不肯 大哥 我的錢我自己辛苦找回來 我不是只是 早上吃個早餐 下午吃個午餐 3時3時吃個下午茶餐 你不要管我 如果你的錢都給他 他給你200元一天 本來很多人 200元很用 但好像你跟我交際現筹多 那200元 搭乘的士也沒有了 搭乘的士也沒有了 真的 但我知道有些真的甘心情願 給老婆儲存 然後每天給他100多元 他洗 然後他又落在其中 那些人 沒什麼所謂 那些人是8時回家 那些溫馨的家庭 10時上上去洗乾淨 對腳上去睡覺 那些是成功的男人 有否後患 如果他老婆 不是起飛腳沒什麼事 如果起飛腳也很麻煩 但我試過有一種朋友的申訴 那個女朋友 因為他的男朋友喜歡玩飾格 那個女生玩飾格 有玻璃櫃和很多玩具 然後那個女生就拍一幅自拍照 那幅自拍照 那幅自拍照 然後後面拍了很多公仔 然後寫很多字 很多公仔看著我 他只是這樣寫 就是他告訴你 其實那些公仔看著我做什麼 原來他只是說 他的男朋友買了很多玩具 就是想按摩他 但看不到他 他只是看了一些玩具 就是他這樣按摩他 就是一個無聲的反抗 就是這樣讓他的男朋友看 他那些朋友問 很多眼睛看著他 後面的公仔 放上Facebook 那些公仔看著他 但他的眼睛又不是用心看著他 因為那些模型 有些感望 但他這樣做又好像不是那麼好 但他沒有罵他男朋友買模型 現在這麼多公仔的眼睛看著我 但又不是看著我的 比起直接罵他 是的 這是高手 其實一件事 我不明白 為何要拿這麼多錢買公仔 因為不是實際 還不是保值的東西 如果你說保值才買的嗎 我也是 保值的 你不要小看 他比較會保值的 他們試過買一隻公仔 買回來應該是五千元 最高炒到差不多一萬五至兩萬 一萬五至兩萬 所以他有一些南亞人 菲律賓的印容 去信我排隊排誰 就是這個原因 很厲害 大家看到我們後面的背景 你看一個男人多無奈 女人就在這裏 女人就在這裏 這些情景應該很多時 都會在很多家裏出現 男人就已經當作是一把密封聲 在一邊 他應該也聽不到 他這樣也會上Facebook看到 即是好像這個情景 即是我們現在的工作 我們的背景 有時是女人不斷地說話 其實男人去到化境 其實他是聽不到她說話 即是大家去到化境了嗎 高Sir去到化境了嗎 我最喜歡看小說 現在我這個 是不是真的聽不到她說話 其實聽到的 不是 你可以聽到有一堆密封 你把那個耳閉著就行了 你當是旁邊有人裝修 即是有人裝修 有時你坐在那裏看電視 其實都不知道電視說什麼 很多時都是 我現在都是 我老婆在我廳看電視 我看小說都 她是影響不到我 但是電視 除非有些東西吸引到我 例如 在說泰國旅行 在那裏看Youtube 我幫我看 看完兩下之後 沒什麼興趣的東西 我就看回我的書 我就會將個人的 進入 為何我要看書 我不會令到自己的腦筋 瘋了 一個人一靜的時候 其實男和女都一樣 你就會有很多事情想 會想什麼呢 男人 老婆經常吹 又買這麼多 即是想起很不等的東西 男的想起女的 女的想起男的 那你不是有了一個爭執 因為為何你會想 不是事實 好了 如果你說大家有些東西分開了 你看你的我做我的 只不過大家靜的時候 大家可以互相聊天 這樣就不會吵 有些人喜歡早睡覺 剛才你說的 一早7點到8點回家 10點上去睡覺 如果兩公共有什麼事情發生 一說離婚就很嚴重 死人的 你知道為何會死人 習慣了那個方式 就是這樣 到一沒有了另一半 他會覺得自己 這個世界沒有了 就獨彈菇的東西出來 獨彈菇 是啊 我很怕獨彈菇 我曾經試過有類似的情況出現 是嗎 獨彈菇事件 是嗎 話說那時候剛出來做看相 那時候還年輕 有個女人挺漂亮的 女生每晚在我背後等我 她買一些很漂亮的 即是東海旁 當然我不敢吃 我送給旁邊的 因為我怕那個蛋糕有毒 陸續是嗎 為什麼呢 她找一個節目人 她說有個男人 她去過人節目就叫一個男人 喜歡一個男人 男人就有老婆不喜歡他 所以她要買他的蛋糕毒死他 然後她又買蛋糕給我 那麼害怕 我沒有結婚過他有老婆 不要緊要我等你下班 然後買蛋糕給世界 哇你真聰明 也有些危機意識也適合 但想想又不好 如果朋友吃了她有事 不是 可能一件事 毒蛋糕的意思 不是一定是下砒箱 可能下降頭 下降頭 有情降的 有 有情降 最重要是不要煩 其實男人很多時候會怕女人煩 但為什麼女人會煩 因為是天生的 女人真的很煩 其實很喜歡 我自己比較男 男子頭性格 我就不會 因為我更加怕別人煩 但是有很多女人 我也認識很多 事無大小 她也有很多評論 你會覺得真的很煩 你很想耳根清靜也不行 是不是 我不知道現在我們看節目的朋友 你們有沒有這些問題 你自己都覺得自己很煩 好像煩小鎮也不行 說小鎮也不行 不過剛才我們聽聽眾Cat打來 她的男朋友是自己的處女座 洗手 不要咬一些菌 除蟹 噴 那些是潔癖 那些是潔癖 潔癖就不要說了 追到她死了 你煩不煩 我告訴你 都說你喜歡那個人 她說什麼都好 隨時說一個說話 可以變了關心 就說一個質疑 罵你也可以 但問題是你長年累月 初初愛的濃度 可以遮蓋到這件事 但到差不多 你慢慢淡的時候 那件事就不行了 你覺得真的不行 好像我媽媽那樣 覺得那個像你媽媽 不是你女朋友的老婆 是媽媽或者姐姐的感覺 就不行了 阿花媽媽喜歡說話 多說兩句 她關心你 但是 不是說我媽媽 如果你覺得那個老婆 是像你媽媽 那一刻就已經是 婚姻破裂的一個先兆 其實 挺愛 挺愛 挺愛都糟了 你問90後可以不可以了 你說你娶了個媽媽回家 你可不可以了 開頭給你找個超級牛 不行 立刻耍手靈頭 她漂亮得好像李家欣 都糟了 現在的李家欣都還可以了 不是樣問題 每天都在嘔嘔嘔嘔 你又這麼晚 你跟誰在一起 今晚又去看播 你很多晚上沒有陪我 那些 以前 什麼 出去喝酒 以前我們耍一時出門口 晚上 是啊 不用錢 我們幾錢一杯 你喝東西 不用耍一時回來 是十一時出門口 酒吧幾錢一杯 那你一喝就什麼 又二百多元一晚 那你每天去 那通常有奔杯唱歌 要是你太太她唱了奔杯那份 就和你匯迷樂士 送雞塑機給你 這樣又不同了 Jesse就說 True 花家姐是什麼意思 你是說我剛才說的 真的 哪些東西正確呢 我想知道 想聽聽你有什麼感覺 可能有些東西是我的感覺 我作為一個女性的角度去看 但其實我是很不女性 我是很男人的 我也希望大家說回 真真正正女性的角度 為何會喜歡辭自浸的男朋友 還有你有時 你不知道自己煩的 是嗎 是啊 你真的不知道自己煩的 你說我 不是 我不是說你煩 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你也是關心的 不是 通常說兩句而已 說兩句而已 你用不著這麼大的反應啊 你這麼冒 說兩句都不行 是這麼沒有男人的風度 到一段時間 她就問男女平等 為何我不能說 其實這個標準 都是很雙向的 你說到男女平等 又是另一個話題 Janet就說 黑白天鵝是女人的大忌 這是真的 你知道什麼是黑白天鵝 黑白天鵝 早上一睡醒 是我大忌 不要在我面前 在我枕頭上 慢慢 快點停 不是廢 快點停 知道嗎 今天要做些什麼 還說你要付錢 付了錢給兒子的花學 還說一些不肯洗的東西 那些是晚上要做的東西 你早上去說 還有眼眨還沒洗乾淨 你剛才說 嗶嗶嘩嘩 那些叫白天鵝 晚上睡前 你不要睡 你還未說清楚 繩鬆 說到兩三點 大哥 是人 會死的 我會黏的 你真的想去 出去喝 喝到爛醉 Sandy說 出去喝到爛醉才會恨 男朋友 老公 即是說 他經常去喝都不是一個問題 會放到醉回家 就不然不管他都不行 這樣的意思 那些就不可以選擇 Jesse說True about women Sorry I don't know Chinese 她不是很懂寫中文 但她說我所說的都是女人是這樣的 我不知她說什麼 你指的是什麼 因為剛才也說了很多 也說到女人為何那麼煩 是天生 上帝的設計是女性是要那麼煩 是要保護男性 因為男人有很多東西很疏漏 我覺得是一種無性 無性 她想看小朋友成長有沒有錯 走差踏錯 當她的丈夫 她本來是女兒跳出來 她做了媽媽 當她的情況如何脫了這個關係 我的朋友結婚 生了小朋友 那兩三年她是不理老公 可以了我教子女 只顧著看著子女 她專注力去了子女 那些真是令到很多離婚的 那些是離婚的邊緣 我們看到很多是離婚的邊緣 因為她簡直是很多 例如她是男女的關係 只是叫我老公 你不要搞我了 為什麼呢 因為她的使命已經結婚了 有興趣了 是的 因為她結婚了三個嬰兒 她只有三個嬰兒 生了兩個嬰兒 一女結婚了 很多時候她還聽過 有個朋友叫老公 你外面找另一個女人 你不要搞我便可以了 你拿家用回來便可以了 是的 我兩個小朋友我教 這可能是一個平衡的方法 最後她生第一個嬰兒 生到第二個嬰兒便好些了 為什麼呢 每人教一個嬰兒 爸爸教一個嬰兒 活動 即是運動 媽媽就超窄嬰兒 那些嬰兒便可以平衡 不知道有沒有生過的媽媽 可以分享一下 生了和未生 生完後便變成另一個極端 是 完全不管 變成冷落 可能會冷落了老公 或者有時照顧小朋友 老公 你不理會自己外出 我又照顧小朋友很辛苦 但現在文化不同了 小朋友大一點 你給她一部電話 他們自己都玩 現在叫電話教育 有時媽媽和爸爸教不電話 給手機自己玩 就是兩公公自己 不知道做什麼 所以現在你經常行商場 見到父母 兩個人都拿著電話 然後小朋友在那裡 自己一邊走 然後你不怪遇到小朋友 你問為什麼遇到小朋友 其實很多時候 他們的父母已經去了另一個階層 真是糟糕 所以這些都是一個分厚的問題 Ginette Yang 我知道你也有很多分享 平常都見到你 很厲害 怎樣去管理自己的男朋友 而又令到他 有些人會這樣 男人也會反彈 你會這樣煩 你會罵來罵去 但最後他也算了 妥協 就是被女人洪霸了那段關係 因為他免得吵 你知道嗎 如果兩公婆在家裡吵 你知道有什麼後果嗎 後果就是你的家運 家運 真是壞 不一定 家和和萬時興 家衰後不停 所以根據這麼久的歷史 在我的朋友 如果兩公婆是好的 不是吵架 我告訴你 家運好 子女運好 還有你的視頻也好 但一吵架 他們覺得家裡有針對 不要不做花旗 都是出外面 這個我們宿命論有講過 我上網看過 因為神安排了你們修行 多年做夫妻 你其中一方面有問題 通常都有問題 男人出給女人 女人不理老公 你把命運的規則打破了 我給了你們兩個 你不珍惜 他們兩個運就沒有了 因為我們給了你 我們以前是千年修行的 做朋友同台座 你做夫妻怎樣才是千年呢 你突然之間 其中一個說 總之不理什麼原因 分開了 兩個起碼都沒有運行 千世修來顧枕面 所以很多時候就是這個問題 就像高Sir說的那些 所以是吵歸吵 但不要大吵 小小吵就是情趣 大吵就不是樂趣 我事了 誰說出事了 要走了 一說一說 我們都已經超過一個小時 差不多了 剛才他講得不錯 你越捉得他緊 他就越想走 太鬆就不行 如果你鬆到程度 又令他覺得舒服的話 他就走了 始終他都會留在家裡 即是他就算有空出去鬆一下 但最終他都會覺得 這個家是溫馨 是有人關心他 對嗎 因為有時人人很壞 關心你又說太關心你 不關心你又說太不關心你 即是你怎樣拿捏到 大家都覺得舒服 這是一個藝術 當然 還有一件事 就是看看你的癮功有多久 你忍得的 你就榮華富貴 不忍得 你 就像這個案件一樣 沒錯 去到這麼極端 有一件事 Jesse 你不是在英國 是不是英國的Jesse 因為剛才我見你 Jesse Chan 她是寫英文 她寫英文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 叫Jesse 在英國 她來香港 她也來找我 我不知道是不是她 好 快點讚你 好 我們今晚 很感謝大家的分享 其實我們這段影片 大家繼續可以分享給朋友 可能幫到他們 對嗎 有時你有些事 是自己解不開結 為什麼我老公這樣對我 為什麼經常不在家 我發覺 發覺 竟然說法文 為什麼她不肯回家 我不是很煩嗎 我 有時自己問自己 我不是很煩嗎 我真的很煩嗎 我不是很煩嗎 你其實真的很煩 可能自己不知道自己 可能是 太多說話 有時女人其實不太多說話 有時可能你是用一個身體語言 或者你的眼神 去關心對方 或者煮個麵去吃 這樣 覺得舒服 但你現在是暗淋沉沉 就變成人家會覺得辛苦 金剛圈 或者煮個麵 記得開罐頭 我弟弟開罐頭鮑魚 我不是 我就開罐頭魚 在車廂市場 紅圈牌 10元的油針 油針 魚 做兩條自己 給老婆吃 這樣就很開心 我都不吃了 我減肥 減肥 做一條 很開心 你說女人是貓 男人是狗 女人就要被牠惹罵 男人就要管 是 很感謝阿晋得央的分享 她說做回自己 相處自然 就好像放風箏一樣 有時放高一點 有時放低一點 那斷線那怎樣 斷線 買個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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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知道小時候有沒有立過 好了 真的時間到了 多謝大家分享 我們下個禮拜再想一些特別的話題 大家說一下家庭事 男女事 好嗎 多謝雷師傅今天 好嗎 謝謝 拜拜